天氣很熱,有時不太想吃飯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間薯仔沙律 薯仔 有雞蛋 青瓜 紅蘿蔔 粟米 還有蟹籽 沙律醬 薯仔刨皮 刨皮切開 紅蘿蔔刨皮切粒 刨皮 刨皮 薯仔一粒一粒 把肉削出來 剁開兩邊 放在這裡 把肉削出來 薯仔 粟米和 紅蘿蔔 用水灼熟 煮薯仔的時候 處理青瓜 青瓜要切粒 在這裡 磨一磨 這樣 可以去了苦味 這些是 我們長輩教的 不知道是否 喜歡的朋友可以做一下 好 因為這是青瓜仔 所以皮不太硬 就不用刨皮 切粒 青瓜切好 放些盐热一下 醃十多分钟 现在煮到差不多了 看看 这个筷子 煮到薯仔淋就可以了 一刀就烂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大概十二三分钟左右 现在把它隔水 先把它隔水 搅拌至 先把它隔水 撈上来 隔水攒冻 现在处理青瓜 醃了一会儿 就会有些水 现在把隔水 现在把隔水 把隔水 洗一下 盐 倒入鸡蛋 倒入鸡蛋 鸡蛋 鸡蛋要煮熟 煮熟后 然后就用凉水浸 这样就很容易脱鸡蛋 先脱鸡蛋 先脱鸡蛋 把鸡蛋器切开 如果没有鸡蛋器的朋友 用刀也可以 不过这个方便 鸡蛋就切好了 好了 好 现在把鸡蛋 blij放进碗里 先放在碗里 再加上 处理好的青瓜 鸡蛋 再加鸡蛋 沾沙律醬 一次過不需要加太多 可以慢慢攪拌,不足夠再加 有些朋友喜歡把薯仔做成蓉 這個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因為它有薯仔有飽肚感 所以這個也可以當作午餐 最後可以加上飛魚子 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薯仔沙律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多謝